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,要知道在73年前的今天,我们终于战胜了日本的侵略,赢得了一场伟大的胜利。 说实话当年日本的侵略,让中华民族处在了最艰难的时刻,几乎大半个中国沦丧,很多人不解的是,日本这个国家倒是不大,为啥能够整出这么大的动静? 当年的日本军国主义相当强烈,加上自身的军事实力,的确比周边国家更强,所以日本的野心不断扩张,无论是朝鲜半岛还是中国还是东南亚, 日本似乎所向披腻,有点没所欲为的味道,那时的我们内忧外患,国内长年动荡,而且也不够团结,所以日本承虚而入。 不断扩大优势,今天是抗战胜利73周年,对于我们来说,回头看看当年的这场不驱的战争,真的非常让人敬畏,致敬的不仅仅是那场不驱的战争,还有更多为之付出生命的先链。 从918事变爆发,再到1937的77事变,日本的侵略暴行彻底放开了手脚,我们无法忘记日本的烧杀抢掠,我们无法忘记南京大屠杀,日本的种种罪行都让人发指,也让每一个中国人铭记。 这场战争值得境外,面对日本的侵略,伟大的中华民族没有倒下去,而是奋力反抗,那时的生命真的可抛。 为了抵抗日本的侵略,很多年轻人早早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,当看到很多的孩子妇女被日本军人烧杀淫略,每一个中国人都燃起了热血,是要把日本从中国领土赶出去。 时隔七十三周年,再去看当年的胜利,我们真的打了一场伟大的战争,而这场不屈的战争,展现出了每一个中国人的血性,展现出了每一个中国人不屈服的精神,战争是残酷的,但是被日本侵略,这是我们中华民族有史以来,受到了的最大耻辱。 在致敬那场不屈的战争时,我们显然知道落寇就要来打多真理,我们必须让自己足够强大,让历史不再重演,谁也不想看到战争。 但是当别人欺负到你头上的时候,你只能拿起自己的拳头反击,所以让自己强大才能立于不败之地,才能对得起当年的那些先烈,毕竟今天的美好生活是无数先烈用生命换来的。 但是在日本炸外投降后,我们并没有看到日本真正的反省过,直到今天日本国内的军国主义依然还在复苏,而日本并没有安分收集。 8月31日,日本加赫号航母和春雨急驱逐渐定号,秋月急驱逐渐两月,靠在中国南海海域进行了联合编队航行训练,而且还和美国航母一起进行。 这两天我们看到日本的准航母平靠在菲律宾,不排除再次闯入中国南海演习的可能,只是明显的挑衅行为,不去好好反省历史。 所以,不管任何时候,我们必须时刻提防日本,必须让自己足够的强大,绝不得让历史充严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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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